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麼 乾硬化 它既然是全體代謝中心 它既然有這樣一些改變 所以在實驗室檢查 還有一些特殊檢查上 已經會有所發現 那麼第一個 三大常規 三大常規既然有皮 差別 有時候會出現皮質 但是帶上氣的時候做得是正常的 除此之外 還有白細胞 學校版的下降 廖常規在實驗場的時候 可能出現廖 所以有膽紅素 廖膽原 那麼如果說 一般的腎臟可以檢查到 少量的蛋白管 形式的血量 腎臟規定 由於消化到瘀血 可以出現淺血的陽性 如果是比較大量的出血 就可以出現黑病 那麼達到黑病的程度 至少要出血少生 如果達到偶血的程度 就可能是250%以上 那既然肝臟功能有毛病了 那肝功能失驗 也會出現異常 帶上氣的時候 可能僅僅是輕度 如果實在上氣 就會出現明顯的異常 那首先 是反應肝細胞膜 膜上的轉胺 會升高 如果說嚴重壞死的時候 那麼會出現 以AST身高為主的情況 一般情況下 是以ALT身高為主 由於肝臟的 合成功能下降 所以整檔或純 往往是降低的 由於肝臟的 合成功能降低 所以白蛋白色減少 由於肝臟疾病的時候 免疫功能承載著異常 主角蛋白色是升高的 由於肝臟是靈血因子 合成的主要器官 所以會出現 靈血便實現的隱藏 而且這種隱藏 是不能為注射維新素K 所糾正的 大家知道 膽道疾病的時候 由於膽肢 從膽道疾病 進入腸道 這樣一個過程 受到障藏 那麼 維新素K 由於沒有膽質的存在 而吸收 障藏 這時候 通過注射維新素K 可以糾正 膽道疾病 所導致的 明顯免疫苗 而肝臟疾病的時候 注射維新素K 是過於糾正的 那麼 由於肝臟 是 膽默素的 最主要的代謝器官 所以 膽默素 可以升高 除此之外 由於發生 根顯微化 所以 血清裡面的 反應 根顯微化的指標 比如說 血清三型 全膠原態 透明子酸 成年年數 等等 都可能出現升高 那麼 如果說 我們檢查 肝臟病人的免疫學指標 可以發現 有些病人 如果是以肝引起來的肝硬化 病發症 就是原發性肝細胞肝癌 就是 甲胎乳蛋白 會升高 那麼 甲胎乳蛋白 我再多說一句 在肝細胞外生的時候 也可以是輕度升高的 但是一般來說 不會達到 整個肝癌的標準 那 有些 患者的肝硬化 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引起來的 這時候 能出現 抗核抗體的陽性 抗平化器抗體的陽性 抗腺體的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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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其中 抗腺體的陽性 抗腺體的陽性 是診断 原發性等質性肝硬化的 比較特性的指標 影像學檢查 實管背摻 或者是透視 可以發現實管的 靜脈曲張 成蚯蚓狀 或者是乾脆就出現 一個充銀缺損 如果是背裡的靜脈曲張 可以在背裡奔門的地方 發現 橘花瓣一樣的充銀缺損 但是這樣的靜脈曲張 如果是比較輕度的話 然後背腔或者是 實管疼罪透視 它就發現不 那麼 第二個影像學檢查就是 CPT或者是磁共症 那麼早期 乾脆是大的 晚期乾脆是小的 然後 肝左也可以是帶上先增大 肝右也是不錯的 肝臟表面 可以止步規則的 抵臟是腫大的 還可以看到膚水 那麼 典型的 肝臟的型態 該硬化的時候 可以縮小到 只有一個彎月狀 然後表面是 具體量改變 第三個影像學檢查 就是 B型超伸波檢查 這個B型超伸波檢查 除了 看 肝臟的大小 左右的履歷之外 還可以看 門禁脈 門禁脈 一般來說 大於14個毫米 也有人 到達13個毫米 就是 真寬了 那麼 為什麼真寬 就是 因為門禁脈 鱼血 因為鱼血 就是因為肝臟 出現了 硬化 改變 血管 受到壓迫 或是 腫瘤區 那麼 脾經脈 可以大於8個毫米 也有人報道 是 1個 1米 或者10個毫米 大於10個毫米 是正關的 那麼 這都反映 是門禁脈 系統的 允許 那 這是一個 X線的 圖像 大家可以 看得到 有石管的 充銀缺損的 這種情況 這是 背脊有充銀 這兒背脊是缺損的 這兒背脊也是缺損的 這兒也是缺損的 那麼 這樣一些情況 就反映了 石管 基本曲張 內禁 內禁是 整段石管 進來曲張 最後的方法 那 它可以看程度 有輕度 中度 中度 重度 軟固 上段 中段 下段 大家應該 有這樣一個概念 並非所有的門禁脈高壓 都是由於更硬化引起來的 也並非所有的禁脈曲張 都是由門禁脈高壓引起來的 比如說 單純的 這個 石管上段的 靜脈曲張 可能就是由於 重隔 或者充強的 靜脈曲張 大家應該有這樣的概念 那麼 內禁除了看曲張病脈的程度之外 還可以看它有沒有近期出血的真相 還有它將來出血的風險 除此之外 還可以看胃裡頭 胃有什麼概念 十二指腸有什麼改變 因為整個 人間的系統都是出於淤血狀態 所以胃十二指腸都可能出現 沖血水腫泥爛 甚至舌皮樣改變活性 馬賽克針 那 第八個就是 很傷心的檢查 就是 肝川活檢 肝川活檢 如果看到 顯而化 可以看到 再生結結 尤其是看到 甲小葉 這是診断 肝陰化的精標準 有些病人 穿刺了之後 還不能明確診斷 那就要做腐腔劑 在腐腔劑下 進行一根穿刺活檢 還有腐水 如果出現了 那麼這個時候需要 有腐水的相關的疾病經驗 鑑別的時候 就需要進行腐水的檢查 如果說是 合併自發性 腐蠔劑 它就是 腎出油和露出油之間 如果不合併自發性 腐蠔劑 它就是露出油 如果合併結合性 腐蠔劑 它以瓶化細胞為主 如果是 出現肝癌 血腺息 脫水的人 要考慮肝癌 還可以進行 鋼筋膜壓力的測定 那麼乾淨蠔劑 正常是小於火的 乾淨蠔壓力的梯度 是什麼呢 就是把帶氣囊的導管 插到乾淨蠔裡面 那麼這個氣囊打起來 就把整個乾淨蠔堵塞了 這個時候 撤一個壓 這時候叫乾淨蠔勘測壓 然後把氣囊鬆掉 把這個測壓的導管頭 放到乾淨蠔成油力狀態的時候 撤一個壓 叫乾淨蠔油力壓 那麼這兩個乾淨蠔和油力壓之間的差 就叫乾淨蠔壓力梯度 正常是小於五個毫米的 如果是耐蠔壓的時候 它就大於十個毫米 如果說低於十八個毫米 低於十二個毫米滾輸的話 那麼一般來說 這個血腸靜蠔不會出血的 那大於十四一次 那就比較容易出血 那現在講診斷和間別診斷 那麼診斷有條 第一個有病史 第二有肝功能檢退的症狀 和血症 和血症 文靜蠔包壓等症狀和血症 第三個 就是有肝功能檢查的良性化癮結果 特別是 反應肝臨 反應肝臟合成功能 減退的症狀 減退的症狀 第四個領域就是 筆超CT 還有肝功能檢查 還有肝功能檢查 發現有肝硬化的真相 或者是人脈包壓的真相 第五個就是肝功能檢查 第五個就是肝功能檢查 那麼在這裡頭 然後 精標準是病理檢查 那鑑別診斷 我們可以從 臨床上常見的一些 現象入手 比如說根大 比如說腐水 等等 比如說包塊 那麼這樣一些現象精英 以這樣一些現象 作為思路 作為線索精英 間別診斷 我們可以 不漏掉 比較少見的 或者是比較常見的 這樣一些病 比如說 肝臟腫大 疾病相見 肝臟腫大有哪些原因呢 包括患病肝癌 肝癌 肝臟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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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可以引起肝臟腫大 第二個就是 引起腐水的疾病 最常見的就是結合性粉末炎 除此之外 還有心肝臟腫膚水 腎肝臟腫瘟 腫瘟性肝臟腫 都可以引起肝臟腫大 以及腫水的疾病 這個時候 你要通過相應的病死症狀 體鎮患病腫癌 來進行鑑定 比如說結合性粉末炎的時候 他有结合症状 那么你摸起他的肚子来 他可能有腹壁的柔韧感 那么这样一些经验的积累 是长期积累的 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老教授 有一次就整个一个结合性疯狂 这个老教授他来摸摸那个肚子 他摸了那个肚子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人什么东西都想结合 包括特殊检查、患者检查等等 可是他就说肚子不想结合 我们再查一查 他查果然是癌 这个里头呢 有他的主观的感觉和偶然的因素在里头 但是也一定有他的很敏锐的手感的因素在里头 所以在学体的功能里 他的需要和偶然有记忆 那么结合性疯狂源 还有毒血生针块、PPD、阳性 那么如果你浮浮水检查的 可以是浮水的淋巴细胞为主 它是胜出液 而且可以放长时间的可能凝固 那么如果说你做相应的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检查 可以看到肺里头是否可能有结合 或者是护断回肠 或者是有结合的 有科 它可能复现 是不是有结合 那么如果说通过这样一些检查 肺里头还不能进行间调 整个关系抗血和治疗 再很多这种非常疑难的病人 也不实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些需要与肝硬化的并发进行间调 比如说 这个人有肝硬化 他出血就一定来自于为死管疾瘫瘟植瘟吗 并非如此 那么在肝硬化的病人 死管疾瘫蘟植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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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単 佇目余80%到60% 也就是说 这样一类病人的消化瘟植瘟植瘟植bility 还有40%到50% 收缘除多数来自菊瘟植瘟植瘟植 是甘情胃炎而引起来的初血 也可能是溃疡引起来的初血 就是胃境相当重要 还有有一个病人在路上 他是昏迷的被警察送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他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昏迷 那国人他可以跟你讲病史 昏迷的病人 意识清醒的病人他可以跟你讲病史 那昏迷的病人他不跟你讲 不能跟你讲病史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哪些原因呢 比如说内血糖 对不对啊 同性三中毒 中毒 然后严重的肾脏疾病严重的感染 可能引起一时障碍 这个时候要以这样的疾病相建立 那如果是甘情综合征呢 就要与各种慢性肾脏疾病进行建立 比如说慢性肾脏疾病人 肾脏疾病人 肾脏疾病人 还有急性肾脏疾病坏疾病人 肾脏疾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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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需要改善肝功能 還有防止病發症 以及治療病發症 肝硬化的治療裡頭 首先是一般治療 然後是抗淺化的治療 然後是浮水的治療 再往後呢 肝硬化症就是病發症的治療 還有臨脈高壓的治療 還有肝硬質 到肝硬質 肝硬質和肝臟 就是必須被更換 一般治療 在代償期的時候 一般來說是可以工作的 比如說我們有這樣的病例 到死亡之後 把一體捐獻出來 做濕檢 並且做病例檢 它原來還有肝硬化 但是它平常工作 都是非常到位的 也就是說 代償期的病態 它是可以工作的 但是不一致 劇烈的 或者是養重的工作 那麼如果是代償期 就應該休息為主了 但是嚴格的臥場休息 往往是非常非常難受的設計的 那第二個就是飲食 飲食中我們說 肝硬化的病人應該高熱量 高蛋白高維生素 要注意消化飲食 那麼這說起來容易 有時候做起來 比較難 因為肝硬化的病人 沒有胃口 你油多了 它吃不進去 蛋白高了 它消化過了 這都是比較困難的事 所以應該在營養的成分上 可以具體的治療 那酒就不應該再喝了 由於存在食管經濟區上 會鑄造堅硬的食物 也應該經濟病 那由於有肝硬化 是不害肝臟的腰 應該是非常非常謹慎的 使用或者是經濟病 那如果說是有肝硬腦病 那麼就應該限制蛋白質的 蛋白質的飲食 有蝕蝕的病人 吃的飲食裡頭 應該是少鹽或者是無鹽 那麼這次治療 時代上期的時候 應該補充糖 補充氨結酸 補充電解質 補充維生素 以維持患者的震盪血汗 以維持患者的水電解質 酸鹼片質 必要的時候 還得輸白蛋白或者是血漿 第二個治療就是抗血文化治療 大家知道 從肝炎到肝硬化 之間是要經歷一個肝血文化的階段的 而肝血文化的早期是可立的 所以盡量的早期發現這樣的類病人 並進行抗血文化治療 是有一處的 那麼在你們的書上 寫的是無肯定作用的抗血文化的藥 確實有錯 但是如果說對某些病因加以治療的話 是可以延緩的消化 比如說肝炎病毒 目前全世界範圍內的雙毛隨機對照研究 都證實在以慢性隱形肝炎的病人 進行抗病毒治療 長期的抗病毒治療 可以延緩的幹性化的進展 停止下 那麼還有中醫中藥 實際上我對中醫中藥是非常相信的 但是我不太相信這個西醫診斷 然後中醫來治療 為什麼中醫的精髓在辯證實質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現在總結出來的這樣一些 治療幹用化的方法 有般都是以國小化約的藥為主的 但是即使是幹用化的病人 不同的病人 他的症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的症應該不一樣的 那麼這兒講講隱形肝炎 我們一般來說 HbE陽性的病人 如果DNA的拷貝數 大於10的5次方 就應該進行抗病毒治療 如果是HbE陰性的患者 那他的拷貝數 大於14的4次方 應該進行治療 有NAMY藥物 因為現在有很多 有NAMY符圍病 有NT卡維 有RG符圍子 有素製塗 等等很多 这样的一些合肝类的药物都可以写着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的肝功能出于代赏期 还是可以使用马尔法干扰术 但如果出于实代赏期 它由于很可能使肝功能恶化 那么最好是慎用 还是不用 那么对于实代赏期的这种 以前感应患者和治疗的药物就是使用 和肝类的药物 那么主要以肝病毒的DNA 是阳性的 然后你ARP是正常或是升高的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治疗 一致病毒的活字 那么这样一个治疗 可以改善肝功能延缓 或者是减少肝疗的需求 病腥肝肝炎很讨厌 它阿尔法干乳素加核肝类的药物 或者是加立巴文鱼 总共的有效率就是30%到40% 可是这有效的30%到40%里头 还有50%有化 所以它很讨厌 慢性化的病人非常非常多 那么一般来说 代仗期的我们一般选择 阿尔法干乳素加立巴肝灵 病毒座 如果不能耐受立巴肝灵的 可以就领导乳素进行治疗 那么如果时代战期的 这种肝炎化的一般来说 这种病人 如果不能耐受 把肝肉素的治疗 比如条件的时候 可以进行肝移植 肝移植 但是往往这种病人 也逃不来 若干人的病毒 那要比较 第三个就是浮水的治疗 浮水 那首先 在休息肝硬化的时候 浮水首先应该休息 英国著名的肝硬病学家 夏洛洛克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让一组病人 严格的卧床休息 那他那个严格程度 可能很多病人 他是不能耐受的 就是说赤托拉塞特全在层上 那一组病人 他是可以下床的 可以按照自己的病人 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活动的 那么在卧床的病人 他可以出现自发性的一样 那么在非卧床的病人 休息的病人 他浮水还是原样 这就说明休息对病人 肝硬化的病人 肾硬化的病人 肾硬化的血量 是有比较好的影响的 那么我们明床上 也可以经常看得到 特别是在过去 这个公肺医疗的时候 那病人单位不拿钱来 肝硬化浮水的患者 一气之下跑到这个领导的办公室一闹 一拍桌子 回来钱是要回来的时候就涨起来 所以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休息开始做 那么除此之外应该限制水和蜡的设路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是轻度浮水 基本上是三到四克蜡 中度浮水是两到三克蜡 那重度浮水 也就是一到两克蜡 一到两克蜡是什么 我概念念就是食物里头不要加蜡 食物里头本身含的蜡蜡就够它使用了 那么这样一个严格的限量 有时候病人是非常非常难解释 它吃不进去 这个时候病人有比较大的耐心和毅力 也需要我们医生做比较多的工作 同时我们在静脉营养方面 给他应该适当的帮助 如果是水 你什么为标准呢 一般来说 如果是重度浮水 就是料量叫做五百厚色 如果是轻度浮水 中度浮水 浮水就可以加一箱浮水 如果说是料量加一箱浮水 如果是轻度浮水 甚至浮水已经在逐渐消退了 基本上可以不用限水 那么腊水的限制 重点在腊的限制上面 然后液料剂 临床上使用到 干硬化浮水的病人的医疗剂 主要是安提疏通和塑料 那么这两个药物 一般来说我们使用的原则是 从小接量到大接量 从单一用药到原核用药 那么如果说小剂量不行 增加到大剂量还不行 那么原核用药是必然的选择 那一般来说 安提疏通和塑料的 用药比例是 一百毫克比四十毫克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一天 用一百毫克安提疏通的话 也可以用厕所和塑料 这样一个联合有什么好处 一个是排甲的医疗基础 一个是保甲的医疗基础 这样你可以比较大的程度上 减少患者的电解质等形成的温暖 那么安提疏通这大剂量 可以用到四百毫克 国外也有报道用到六百毫克的 那么塑料 可以一天用到一百六十毫克 国外也有报道用到四百毫克的 根据患者的情况 可以是比较大 但是力量的速度 一定要有所掌握 一般来说 一周体重的减轻 不应该超过两到三公斤 每天体重的减轻 不应该超过0.3到0.5公斤 也有的学者研究说是0.6公斤 这种差别不大 但是也就是说准备原则应该是平稳的力量 而不应该是 大量一下子把有效循环水量里面的水 全都滤出来了 然后造成一个相对性的低水量量 然后导致可能又发出肝脂病毒 可能又发出痂觉的病毒 那么在力量的过程中 最好的方法是交给病毒 如果说这个病人 他严格的按照你的医嘱 进行献纳和献水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 他的料量 好像在一千五到两千毫升 比较合适 那么当浮水逐渐逐渐消退了之后 你可以再把他的料量 减到一千五左右 比较合适 那么如果说有福种的病人 这个时候 他肯定天牌生 七千毫升的都有 然后呢 肯定都没有 但是如果仅有毒水 每天的料量 大概一千五到两千 就比较好 这样的力量比较平衡 那有些人经过意料金治疗 效果仍然不好 这时候就应该使用 白蛋白 血浆 这样一类胶体的液体 以提高血浆的胶体渗透压 来帮助毒水消退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改善 记忆体的一般状态 还可以改善 一些重要的脏器的功能 因为它补充了 氨气酸的干白质 对于蓝质性浮水的资料 那么什么叫蓝质性浮水 就是使用最大剂量的力量剂 仍然不消退 蓝质性浮水 那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最大剂量 氨气酸达到400毫克 然后塑料达到160毫克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仍然不消退 或者是一用壁料剂 它就出现水电脂质的紊乱 或者出现干性脑壁 甚至出现干性脑壁 那么这种病人的治疗 第一个方法就是大量放浮水 然后大量出白蛋白 那一到两个小时放四到六十人 然后同时出白蛋白 八到十不算小时 中国的白蛋白比较紧张 那国外报道是出四十个白蛋白 这个就量比较大 而且效果比较好 八到十分 有时候过逐一代 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患者的浮水抽出来 然后进行浓缩 然后含有比较多的蛋白质 其中有了蛋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浓缩了之后再回溯回去 对一些病人也是有相当效果的 那么这样一类病人 应该注意这个浮水 应该是一定没有感染的 而且一定不是癌性浮水 而且它有一定的冰发症 比如说发热感染跟凝乱 这样一些冰发症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做Tips Tips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静脉肝内门体 经济静脉肝内门体 静脉分头术 那就是通过一个管子 从肝内门插入到肝静脉 然后从肝静脉穿尺门静脉 穿尺成功之后 通过这个穿尺针 放一个扩张管进去 把这个痘道扩张开 扩张开了之后 再通过这样一个痘道 放一个导湿进去 再通过这个导湿放一个架架进去 在门静脉的肝静脉之间大个桥 使它能够分流 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门静脉压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可以治疗负水 但是有一点 由于门静脉直接 门静脉血直接进入到七静脉 所以它里面有卢木质 尝到吸收的氨 尝到吸收的热毒素 还有一些氨基酸 或者没有经过肝脏代谢 直接进入体内 这样一类的病人就非常容易发生肝静脑壁 因此现在目前国内外 就是通常是用作干颜值前的一个争取时间的一个替代措施 而不是一个常用措施 那么干颜值如果发生了顽固性的腐水 这个时候干颜值是必须有限考虑的 第四个就是病发症的治疗 有上校到出血自发性肤炎 甘肝脑冻中和针 甘肺中和针等等 那上校到出血的治疗呢 就是进食止血输血 然后将病人进入压力 还有鼻子微酸分泌 那么防止出血 可以使用停滞胺药物治疗 鼻子微酸和三粒神子 内进化治疗呢 可以用套杂并化治疗 那么胃体经脑区栓 可以用固植胶注射 自发性肤膜炎的治疗 主要是抗生素的使用 一般这样的自发性肤膜炎 你不可以说是还小打小闹的 尝试一下,应该是早期的足量的联合用药,而且用量的时间应该在两周一周。 抗生素的覆盖应该是覆盖到格兰斯阴性菌、阳性菌和阴阳菌。 尽量宁可开始的时候稍微大意,然后根据或常规的检查,甚至不费培养的检查,调整,使用抗生素。 自发性抚膜员,如果说白等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降低感染中或真的发生,甚至降低自发性抚膜员。 那么如果说白痴发性抚膜员要预防的话,现在国内的重担推荐使用来做人类的药物。 那么,根性抚膜员的治疗领域,在专章里头会加到。 那么,根性综合症通常都是有幼婴的,那么它的治疗应该是除去或者控制阻力。 比如说控制感染,比如说控制上流到出血,比如说纠正水,并且是平稳的稳乱。 比如说用密尿剂的时候,应该平稳的使用。 比如说放浮水的时候,同时输入白蛋白,都可能有利于预防跟抗生的发生。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肾脏中有不好的这种趋势的话,你在用药的时候,就要尽量避免肾脏审害的药物。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中药,就不引起肾脏伤害。 那么,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 说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腐乳腺糖肝白蛋白, 苦水萌缩回缩,等等改善肾脏血流。 那么,如果发生了肾脏中活生,可以使用特例加速,就是三肝腺加速。 这种加速是在血液里头进入煤的作用,释放出血管加速, 然后来调整全身的血跌动力去状态。 那么,过去没有发现特例加速的时候,肾脏中活生, 肾脏中活生,没有什么特意的治疗。 现在特例加速,加上输入白蛋白,是可以使很多肝脏中活生的病人, 又回到临床环节的状态。 从而,病人获得时间等待肝脏。 也可以在扣容的基础上使用生长移素,或者是阿尔法瘦体极动剂,以毒菌。 在一部分边也可以使患者的肾功能,或者一定程度的改善。 那么,到目前为止,肝脏中活针是治疗。肝脏中活针的长期的肥肉效果。 前面所说的特例加速,还有奥西弹,还有米国菌, 这样一些药物基本上都是暂时的环境,而且有效率并非很高。 肝脏中活针,目前没有什么特性的治疗。 那么,肝脏是可以缓解,变成了症状。 但是,你不能说,任何时候都把这个氧气带在身上。 而且,目前没有其他的药物,有效的药物进行质量, 所以肝脏也是可以选择。 那么,门脉高压的手术质量。 手术的方式,无外乎是把它要么断流,要么进行分流。 那么,断流呢,它的好处呢,就是不改变,不减少干净的血流量。 那么,它的坏处呢,就是它实际上阻断了患者的一个自然分流道。 那么,使门脉系统的压力更加更高。 那,迟早它还要出现静怀曲帐,迟早它在另外的地方还会出现分流,或者是叫撤脂循环。 那么,分流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是可以明确地说,降低门脉的压力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它也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 就是,门脉系统的血液都不经过肝脏,或者是大部分不经过肝脏了之后。 那么,肠道吸收的毒素、氨,还有氨基酸等等,就直接进了体育网。 那么,这样一类的手术,它的毛病就是,肝心脑部,发病率就比较高了。 那,在救命的时候,有时候,临床的医生就是权衡匿病,来给患者进行一个合理的行政。 那么,适应症,主要是,取胀经们出血,各种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应该进行手术。 然后,有些取胀经们出血了之后,这条止血了,但是合并严重的皮靠。 那么,这时候,在做这个脾胀手术的时候,顺便做一个断流,或者是脾胀手术。 最后,就是肝胰脂。 那么,到晚期肝胰化,最佳选择就是肝胰脂了。 那,这个肝胀已经功能不够了,肝胰脂现在也发展很快。 我们医院也做了比较多的肝胰脂,效果都还不错。 去年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暴走妈妈的例子。 一个脂肪肝的母亲,通过暴走,解清自己的脂肪肝, 然后给他儿子,患维尔生病的儿子,供肝, 然后是母亲俩都可以过什么正常的生活。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摄影症。 那么,对于乙肝还有病人,还有肝癌症病人, 那么,治疗里头有一个肝胰的根级,分成其他的A级,E级,C级。 那么,根据不同的指标,然后和它的积分累积起来, 一般来说,到C级,应该肝胰脂进行肝胰化的这种排列的序列。 这个来肝胰脂。 肝胰化的肝胰,肝胰化的肝胰,与病因有肝胰功能的带上程度, 并不够它证明这个种种因素有关系。 那么,如果说处理得好的话,有很多病人可以长期成功。 这些需要医生,还有护士,还有病人。 三方面的,十分和谐的配合。 这样一个人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感觉。 那么,现在呢,还有几分钟。 通常我也是有一点点时间,在我讲课完了之后, 因为你们这个班,这是我的最后一节课。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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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